全力赶攻中的台北大巨蛋 3月20号完成全尺度烟控性能现场试验 3月21号则进行洒水系统测试 负责大巨蛋相关业务的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在脸书表示 试验结果顺利 接下来月底将铺设人工炒皮 希望4月底完工 7月拿到实用执照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原住民运动会受访时说明 目前大巨蛋相关进度 目标就是力拼在年底正式启用 我们现在在进行相关的应控测试 那基本上李副今天也通过脸书来公布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希望在最快月底能够铺设人工炒 然后希望可以在4月底5月初能够完工 就开始进行申请实用执照 那预计希望能够在7月份就可以拿到实照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测试 那一开始我们会先进行小规模 也许1万人 然后1万2万慢慢的来压力测试 那目标是在年底能够正式完工启用 那届时希望能够搭成这样的目标 让实名朋友享受到棒球赛事 至于第一场赛事 贾丸表示当初大巨蛋兴建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举办棒球比赛 因此一定会朝这个方向推动 他已经请体育局进行相关规划 我目前都在规划当中 当然我想最重要 因为当时行建大巨蛋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举办棒球赛事 才可以撑出大巨蛋 所以我们一定会朝向举办棒球赛事 而且目前也已经请体育局相关单位 在进行的规划 据了解初期运动场馆将先以容纳1万人 进行试营运 希望年底可以争取举办 亚洲杯棒球赛等赛事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